这些就比较像DSC 你预计可能就是第30题那些样子 或者是第45题那些样子 45题 他就问如果现在有4个估计 若果我们在中间放了一个μ在前面 有两组数 第一组数是α、β、γ和σ 而下面这5个就加了μ 有多一个μ 你会发现就是最大的一个数 而它们两个数都由細字大拍裂了 那现在就想问你 以下哪些可能是错 可能是错 留意一下这个文法是倒转了的 那首先第一个 他就说 A的range是大过B的range A的range是大过B的range Range是什么?最大减最小 而你会发现 A是这里 A的最大是这个σ 减α 由于我们会发现 在B的group 我们有一个μ才是最大的 但μ是大过σ 所以一个大一点的数 减同样的数 Range应该是大一点的 所以A的range应该是小过B的range 所以第一个子文是错 接下来 他就说 A的min 是否会大过B的min 那很明显错 因为你加了一个大一点的数 所以min应该大一点 所以这个也错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就是这个 Median 是大过B的 median 那我们看 A的median 就会是β加γ 除2 OK 这个是A 但是B的median 就是这样加 而我们知道 γ是大过B的 γ大过B的 那你加一个小一点的数 除2的数 应该是小过就这样 所以三个也是错 他问你哪个是错 所以三个都错 所以D就对了